依序走下校车 老师护送过马路 日本辅导县天荣村 这间历史超过76年的汤本中学 偌大校园里只剩两名学生了 原本可容纳20人的教室 少了喧哗声 如今显得空荡荡 1960年代鼎盛时期 汤本中学每年还有50名毕业生 但311大地震后 辅导县人口大量外移 天荣村仅存5000位居民 18岁以下的占不到10% 拍摄毕业照 老师还比学生多 大家在镜头前堆起笑脸 无畏杂陈 因为学校招不到心声 等毕业典礼结束 就宣告走入历史 事实上日本的现况 也是不少国家的缩影 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推估 2022年底地球突破81人口 2064年达到97亿巅峰后 就会因为生育率下滑而逐渐减少 预计2100年 全球人口将降至88亿 其中印度和中国大陆 分别从14亿降到10.9亿 7.32亿 台湾衰退到1089万 另外西班牙 意大利 泰国 葡萄牙 南韩 波兰 也逃不过人口坎半的命运 提升性别平等 提升女性的教育 女性的教育 2100年的时候 其实全球人口大概是 最低可以到63亿左右 全球的人口如何流动 然后促进经济的发展 变成现代人口学者 讨论的最重要的题目 而不是现在已经不太讨论 所谓生育率了 因为生育率普遍下降趋势 所造成的人口老化跟少子化 这个才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以开发国家当中 你要把一个小孩 从出生一直培养到成人 其实要花很多钱 那或者说 很多人可能会慢慢变成是 投资在自己身上 可是如果说在开发中国家 他没有义务教育 那他又甚至可以开始帮忙父母亲 不管是去做一些事情 打工 甚至在家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资产 那父母亲为什么不多生 别以为人口缩水与自己无关 因为人口牵动国力变化 当劳动力紧缩 人口结构呈现到金字塔形 代表缴税的人变少 社会发展将无以为绩 专家直言 从以开发国家经验来看 鼓励生育代价高 而且无法扭转下降趋势 因此许多国家都以开放移民为手段 用成本最低的方式 增加底层劳力与高端人才 白领的这些专业化人 我们叫做量子人 因为他到处跑 什么地方给他有机会 来发展他的专场 他对国家认同并不是那么样的认真 他认真对他是他自己的专业 但是我们所真正需要是说 修理水管的建筑的工人 或者百合公司的受委 这个才是我们社会中所需要的这个人 人口炸弹里面的问题原先是数量 现在人口炸弹应该是人口老化 是另外一颗炸弹 如果你没有维持人口结构的平衡 就会出现一个头重脚轻的状态 很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被照养 被支持的老年人口 可是真的能够继续提供经济的资源 然后去支持喂养这些老年人口的青年人口 经济活动人口 新生人口统统都不够啊 国法会预估台湾在高龄少子趋势下 2030年工作年龄人口将降至1507万人 2070年再降到776万人 经济动能减缓 强照社福支出压力倍增 开放移民政策将是台湾无法回避的课题 TVBS新闻谢贤熙 戴源丽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BS新闻网均 CBS新闻网均